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在這個狀況下 身體有不舒服 必須就醫 你也要相信其他醫院 每家醫院 應該都有類似完善的評估機制 千萬不要再加熱 並不敢看 結果錯失了黃金治療期 或讓你的病情惡化 那是得不償失 大家平安 我是黃忠霓醫師 歡迎來到 人人都能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課 今天是第四堂課了 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在之前的課程 我已經跟大家解釋了 新冠病毒的前世今生 還有它跟流感病毒的差別 還有怎麼樣知道自己得到等等 如果你還沒有看這幾堂課 趕快先去複習一下 今天這一堂我要跟大家講一些 平常你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我有很多的小病人 他們家長最近都不太敢來醫院 是因為他們說我的孩子就是 只是要來做譬如說過敏性鼻炎 或氣喘的這個 拿藥的這樣的一個步驟 然後可是他們就覺得醫院很可怕 這個時候去醫療院所 看病是安全的嗎 那我也知道很多長輩 可能有些慢性的藥要拿 好的就是請這個 身強力壯的家屬去幫忙拿這OK 那有些人就 這兩個月沒吃藥應該不會怎樣吧 如果你的慢性病在這幾個月都不控制 那麼你可能真正不小心得到 新冠病毒的時候 你的嚴重度也會增加 那更何況有些有急性症狀的人 比如說現在肚子痛 可是我不敢去看醫生 醫生現在很危險 然後就忍啊忍啊忍啊 然後最後就是 這都不是我們所樂見 所以我讓大家解釋一下 現在大部分的醫療院所 會怎麼樣做好 檢疫的管控 讓你去就醫的時候 比較放心 那今天我講的是 我自己所服務的醫院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首先 我們醫院有個叫發燒篩檢站 也就是任何要進去我們醫院的人 一定有第一個條件是 你不可以發燒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單一的出口 所以你一定會經過溫度的檢測 如果你有發燒 你就先不能進去 就把你引導到這個叫做戶外的發燒篩檢站 跟我們的建築物就會分開了 另外一個就是進去的時候 我們會給你插健保卡 為什麼 就是要知道你有沒有出國死 如果你一插 喔你這段時間14天內有出國 很抱歉 你也是進到一個戶外的看診區 我們叫分艙分流 就是把所有這些有可能有發燒 或者是有旅遊史的人 先隔離在外面 不要讓醫院裡面 會有你爬爬罩的一個路徑 那這個發燒在你的醫生看你的時候 就會穿著全副服裝 這是為了保險器件 我們必須要保護醫護的人自己 那我們可能就問你說 你現在的症狀是什麼 如果你有呼吸道症狀 有咳嗽 那就更要小心 或者是你有這些接觸到疑似的感染者 雖然你如果是接觸到確診的個案 你根本不應該來這邊嘛 應該是由救護車把你送來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 像我有一個小病人 他是說我的家人在居家檢疫 而且是可能隔兩三成的家人 可是家裡有一些小小的群聚狀況 那這個是在我們醫生問診的當中 我們可能會 警覺一點 就是你這個可能有接觸史 可能有群聚史 或是你有令人擔憂的職業史 總而言之呢 在這個發燒篩檢站 醫生會做他專業的判斷 來決定我要不要把你當作 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的疑似個案 那如果他覺得是 懷疑啦 不太確定 那他會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幫你照S光 胸部S光 那如果有肺炎 那旁邊穿兔寶寶裝的人 就會越來越多了 在一個安全的狀況下 幫你做一個新冠病毒的篩檢 那如果今天做了這兩個動作之後 比如說你有照了S光 也做了篩檢之後 我們可能不會讓你進醫院 如果你今天這個肺炎 看起來是很明確 我們會走另外的通道到隔離房 不會跟一般人走一樣 那如果你沒有肺炎 那你篩檢完之後 你還不知道的報告 我們目前有五個條件 可以放你回家 症狀輕微 家屬可以照顧他 家屬同意 可以配合居家自主健康管理的狀態 然後同住的人 沒有老人跟慢性病人 你如果家裡住一個80歲的阿公 不適合回家 還有這個同住的地方 空間夠 可以給你一個單獨的房間 單獨的未遇 單獨的生活起居的房間 那麼符合這五個條件 讓你簽個名 回家就等報告 那如果我們今天陽性 我們就會叫你不要來 我們會找人接你 陰性我們也會告訴你 這個是進到發燒篩檢站 那目前我們還有一個叫戶外看診區 它是針對哪些人 就是他沒有呼吸到症狀 可是他有旅遊史 14天內或30天內 你曾經有出國時 醫院就把你擋在外面 但是我們有戶外的門診區 那你可以在那邊告訴醫生 我肚子痛啊 或是我是來拿藥的啦 我是要來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都會在戶外 把這些流程都完成 那很遺憾 因為你出過國 所以進不了醫院 真正能進到醫院的人 一定都是沒有發燒 沒有旅遊史 沒有群聚史 都沒有的人 才可以進到醫院 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在這個狀況下 身體有不舒服 必須就醫 你也要相信 其他醫院 每家醫院應該都有 類似完善的評估機制 千萬不要再加忍病 不敢看 結果錯失了黃金治療期 或讓你的病情惡化 那是得不償失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這幾個名詞 居家隔離 居家簡易 跟自主健康管理 事實上這個主題 我在之前的YouTube已經做過囉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點我們左上角這個影片 裡面有詳細的介紹 那我只想要再次強調是因為 那個時候 所謂的居家檢疫的條件 跟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是全世界都是 疫區 所以居家檢疫的條件已經不分國家了 任何國家回來的 通通都是屬於居家檢疫的個案 而且我們回溯到 3月8號到3月18號之間都算 所以那段時間你回國的人 都還是會被歸類在居家檢疫的個案當中 那居家檢疫跟居家隔離要注意什麼事情 提醒大家這三部政策 不共桌吃飯 不共用物品 肢體不碰觸 那當然勤洗手 戴口罩 還有勤消毒這些事情 都一定要做到 那同時我也提醒大家 這個居家隔離或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14天過了以後 就忘了這件事吧 不要再歧視那個被隔離或被檢疫的人 他已經犧牲他的自由14天 為了我們付出 我們要感謝他 我們要把他稱為我們的 但我相信還是很多人會對於 有居家隔離或是居家檢疫的人 接觸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 感到心慌 然後在公司裡面或在學校裡面耳語說 他的老公的哥哥 的誰現在正在居家隔離 這個恐慌一直在人群當中散播 我認為是不太健康的 所以從科學角度來講 我們先講什麼狀況下 你的被感染機率是比較高的 針對我們台灣個案的研究 我們發現同住者被傳染的機率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們家有一個人生病 整整得到新冠病毒 我跟他住在一起 同住者被感染的機率大概是13.9% 也就是大概七分之一的機率 就是家裡如果有七個人 就一個人會中標 這是平均啦 那這是最容易被傳染的狀態 那第二個容易被傳染的狀況 就是你是親人但你不同住 那因為親人畢竟接觸的這個距離 會比較近一點 甚至共桌吃飯等等 被傳染的機率是6.5% 那就更低了 那其他社區感染機率就顯然會更低 但通常也是跟你跟這個病人的距離有關 比如說坐在前面的同學啦 面對面的同事啦 上插畫課隔壁的這個同學等等 就是跟你的接觸的距離比較有關係 所以那個隔離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 我相信那個機率已經低到了一個完全不行 所以我想不要這麼滑坡的每天活在恐懼當中 這樣就會造成不好的歧視的現象 像之前新聞就有人 喔你的媽媽是醫生 所以你有可能會碰到病人 所以呢這個接觸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 所以小朋友我們都離你遠一點 這對那個孩子來講就是很無辜 因為他其實被傳染的機率很低很低很低喔 那另外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這個病毒的傳染 7天內的傳染率最強 7到14天4隻 那超過14天其實傳染率就非常的低了 所以時間跟距離 我們跟一個人的距離越近 我們傳染機率才會慢慢提高 那個病人發病到現在的時間越短 我們被傳染的機率才會越高 那個距離越遠 時間越長 大家就放過自己吧 當然我知道也有人擔心得病之後 會不會再次被感染這個病毒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已經跟大家解釋過了 你的抗體在15天之後 產生基本上不太會再二次感染 最近有一個研究 就做了這個臨床的實驗 他把蜜猴感染這隻新冠病毒之後 好了 然後他就再次給他冠病毒 看他會不會再種 就發現這些蜜猴在二次感染的時候 不只沒有症狀 而且他身上也沒有任何病毒繁殖的一個狀態 所以從這個蜜猴的研究 也可以讓大家比較放心 當你得過一次病 你的抗體是可以保護你 只要你是有一般正常的免疫力 你都不會在第二次得至少 也許一年的保護力是可以達到的 如果你真的有身體不舒服 你去醫療院所 經過層層的關卡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好的醫療照顧 不要在家忍病 導致你的病情惡化 另外也提醒大家 不要去過度的滑坡 去害怕感染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的接觸者 其實這個離你越遠 大概就越沒有感染的風險 不要歧視身邊的人 下一堂課我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現在孩子沒有停課 我看到美國啊 或是歐洲很多國家都停課 那我們孩子現在上學安不安全呢 還有我們未來到底有沒有疫苗 有沒有藥物呢 都可以在下一堂課跟大家解釋 看完這堂課你有收穫嗎 幫我一個忙 將影片正確的知識 分享給身邊正在焦慮防疫的親朋好友 給他們支持與安慰 讓知緩愛的防疫精神 陪我們一起度過慢慢的疫情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們這一系列 人人都可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課程 就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